《佛陀的求道精神》 《釋迦牟尼》 代表釋迦牟尼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圣者 这个圣者牟尼就是沉默的意思 这个圣者就是一个沉默者 上一讲也讲过 为什么要说他是沉默者呢 因为所见的真理 就不是能够用语言可以说到的 语言能够说到的 坦白说都是租魄 说得出的东西 坦白说都不是最真 所以大家就要在这里明白 一些佛教里面的讲法 特别是对语言这个讲法 是很有意思 他觉得语言只不过是一个私切 私切就是告诉大家 方便地说 让你了解 但是这个 就不要执死语言 不要拿着手指 执着手指就忘记月光 我们一般是拿着手指着月光 但一般人就拿着语言 就忘记了语言背后所说的真理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补充 就希望大家明白 为什么 佛陀叫做释迦牟尼 为什么牟尼是沉默者 因为佛陀所见的道理 其实是不可以讲的 是要大家 是要大家好好地体会 好好地感受 为什么 因为佛陀所见的道理 是一个生命 与你生命有关的道理 不是一个知识 知识就要讲客观 就要讲量化 就要讲可良度 就要讲科学的方法 来收集资料 所以 就跟我们的生命可以无关 但是佛陀所 证悟的真理 就跟我们的生命有关 所以一定是要 我们有这个感受 和体会 所以就要明白 语言只不过是一个 渠道 只是一个诗切 给你去明白 真理 带你去见到真理 我们讲回这个 佛陀的求道精神 在上讲也提及过 佛陀原本是一个太子 他享尽人间的富贵 一般人里面来说 富贵就是我们所求的 很难要你捨立 乃至现代社会里面 很多人都说 我可以捐资给你 不过给我找多一百万 又或者已经有一亿身家的人 告诉你 我可以捐资给你 不过给我找多一亿 人就是这样的 人的心 就是不断的希望拥有 不断的寻求 但是佛陀所所说的 佛教所说的 就不是这种精神 佛陀所展现的精神 就是他看到 在上一讲提及过 他的心很浅势 他在田野间 看到原来 幽阳会被猪子吃了他 猪子又会被大鹰吃了他 这个图画很残忍 乃至原来 人会有生老病死 这些令到人很不自由 令到人很痛苦的景象 令到佛陀的心很不安乐 令到佛陀的心 生起一种慈悲的感 所以他怎样 他就要起一个宏愿 要告诉自己听 我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为什么人要经历生老病死 为什么人有烦恼 为什么人有痛苦 所以他在他29岁的时候 要出家 要去求道 所以他求道的精神 很值得我们学的 这个求道的精神是怎样的呢 简单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般人 正正是有很多家类 我们说可以求道 但是我家里面有 有我心爱的太太 有我心爱的儿女 乃至有我 我还有一些 很重要的事未曾办妥 但是佛陀的精神是怎样呢 一个很勇猛的精神 放下 这句话实际不容易说 真的说得好像很容易 但是事实上你试着想一下 到你要做 你就发觉很难 放下 放下你所拥有的 放下你所亲爱的 放下令到你觉得舒服 放下你令到觉得温馨的东西 放下它 无论事 无论是什么 无论是人 你都放下 那这种放下的精神 那你问一下 是要怎样才行 那就一定要有一种很勇猛 很毅然的精神才可以 放下一切 实实实不容易 那这种走上 求道的精神 求道的路 那这条路 我刚才提及过 佛陀所要求的真理 不是一个科的真理 不是要一个客观知识的真理 他要求的是一个 人生 为何有痛苦 人生为何有这个烦恼的真理 是关于我们生命存在的真理 所以这个真理就要怎样呢 就要你亲身的感受 亲身的体验 所以由你的行动 去运这个真理 所以 佛陀这个求道的精神 就不是讲 现在大学里面 很多讲师讲 讲佛学 讲宗教 是讲 乃至讲很多不同的境界 很多不同的层次 但是记住 那些都是讲 佛陀的精神就不是讲 那个就是要你行动 那个就是要你离开 令你觉得舒服 令你觉得温馨 令你陶醉的环境 令你难忘的人 与这个情景 都要放下 所以这种决心 是很难得的 那么他这个决心 为什么呢 刚才也提过 因为 佛陀看到 上一堂也讲过 他出四门 看到人有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是什么意思呢 生老病死 就看到人 很不自由 人来这个世界 有生命 生命是什么意思 生命就是自由 人有自由 所以人可以创造 自由是生命最高 最高的价值 所以不自由 无灵死 所以自由是最重要 但是 有谁愿意 会有痛苦 谁愿意有病 谁愿意有离别 谁愿意死亡 所以这个生老病死 是令人觉得不自由 所以佛陀在这里 很深密的体会 就明白 人的生命 要自己 掌握自己的生命 人要支配 自己的生命 这个才是生命的真意 所以人不可以被支配 所以他要猛烟的 离开他那个温馨的地方 去决心 去求道 上一讲 都说过 他在这个 收到这六年里面 是很艰难 很辛苦 大家都知道 近度 不是今天我们香港 有冷气的地方 是一个佛陀求道的地方 是一个森林 是一个严压 严热的地方 乃至有蛇虫鼠蚁 很多的地方 所以你想想 作为一个太子 他一定是 至少就是被他的父皇 好地保护的 一个被保护惯的人 要去到一个大自然里面 去到一个 我们现在一般香港人 你试试你露营 你就知道了 蛇虫鼠咬 乃至有只蚊子咬你 你都觉得很辛苦 但是 佛陀在这六年里面 所面对的辛苦 不是我现在说几句说话 可以表达到 但是要你好地想象 乃至你好地投入 去感受一下 你才明白 这六年对佛陀来说 那个考验 佛陀他为了 为了这个求道 他怎样 他想讲讲 就是他要行苦行 那条路 他曾经行苦行 苦行就是什么 苦行就是最高 就是不单止 要这个打坐 更加最重要 就是要你断食 他曾经经历过 长连的断食 乃至想讲 都提及过 就是他每日 吃一粒芝麻 各位的听众 各位的长者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每日 是大鱼大肉 每日身边里面 有很多人 供你 可以呼唤 供你使用 但是你发觉 你去到一个地方里面 你没有人再服侍你 再深刻一点 就是你要亲自的 去面对的困境 以往你很多美食 佳牛 但是现在你没有了 反而还要吃一粒芝麻 那你想一下 这种的决心 是一种什么的决心 这种求道的心 是怎样用猛法 这个真的不是 语言 说得到给你听 要你 再深刻一点 去感受一下 乃至 佛陀开始 明白 斯特多 太子开始 明白 这个苦行 乃至 禅定 都不能够 帮他 明白 这个 真正的道理 那又怎样呢 他就 想说 说过 决心 在这个 菩提署下 切夜的 不眠 立下这个誓言 如果不能够 明白道理 不能够 明白这个真理 就不再起身 这种的决心 大家看到 是很难得的 我们一般人 就是 是说的 但是能够由说 拿到去做 然后做 然后能够贯 自己所做 说的 这个 是很不容易 就正正是这个 很不容易的 精神 是很值得 我们今天 每一位 在三五基旁边的 听众 乃至我们的长者 能够 在这里 透过我今天 这么说 你能够多一些 感受 为什么 佛陀 成为后人 那么多后人 去尊重他 乃至是敬佩他 乃至是跟随他 这个背后 有一个很深的意思 就是 为什么呢 就是 是佛陀所所提倡的 是一个要你用行动 来跟着 所以这一种的精神 正正是能够 呼唤了如果在三五基里面 旁边的情况 你是真的愿意自己进步 愿意自己离开 那种 庸庸 大家好 我们休息完之后 回来 再说我们的 佛陀佛陀的求道精神 我们刚才提到 佛陀这种 勇猛求道的精神 那种不退转 那种 建苦 黑苦 建难 拥破 这个艰难 这种精神 是很值得 我们在现代人里面 学的 特别我们 现代的人 很多已经是 无器无力 很多已经是 得过广字的人 那这种的精神 很值得我们学 乃至我们现在 香港这个社会 很竞争 很强 那个竞争 很大 那我们很多人 就会怎样 走一走就会觉得 哎我都是 不行的了 我都是 都是 不及得人家的了 很容易生出一种 退 的心态 那我觉得佛陀这种 不退转的精神 很值得我们 三基旁边的听众 乃至我们的长者 就是大家都可以学 不要告诉自己听 我已经七十了 乃至我自己八十 不是的 人生的生命就是 生命就是什么 生生不息 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用我们的自由 不断的创造 所以你要创造 你要成长 就一定要你有佛陀这种 不退转 不退堕 不妥协 勇猛向前的精神 佛陀里面求到 这个勇猛的精神里面 有四句说话 我相信是很代表的 在佛教里面 叫四宏誓 四宏誓我相信是很代表的 佛陀那种求道的精神 他这么说的 他说 众生无边 誓愿道 烦恶无尽 誓愿断 法门无量 誓愿学 佛陀佛道 佛道无上 誓愿成 这种精神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句说话 说众生无边 誓愿道 众生里面 我们说佛陀 这个是一个 很有大慈大悲的精神 就是很能够看到 人间每一个生命都是痛苦 每一个生命都是拉斜 每一个生命都有他的烦恼 正所谓烦恼不断 痛苦不断 所以他说众生的烦恼 众生的苦 真是无尽无边 众生 很多 但是佛陀说 我要众生无边 誓愿道 一定要道他 道他什么 道他出苦害 去到这个 令你 得到这个度 令你进入涅槃 这个境界 令你脱离这个苦害 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 在中国 乃至印度 乃至西方文化 这三个地方里面 出了不同的节者 在上几个节目 我提过 西方有 希腊的 苏格拉底 乃至有耶稣 中国的有孔子 乃至印度的有佛陀 其实这几位的圣誓里面 就正正是代表了 有不同的路 在中国 孔子他就会说 道德修养 在未来我们 以后会说 乃至在 苏格拉底 他就说 人要有知识 有知识 要明白 所以不可以 不反省你的生命 不可以 悶悶地过你一生 在印度 佛陀开出这条路 就是说解脱 所以众生是苦 所以佛陀要帮众生解脱 解脱 让你超升 离开这种痛苦 让你真是快乐 这个佛陀的精神 很难得的 一种真是 大慈大悲 这个精神 接着就说 烦恼无尽 细怨断 众生的烦恼 真的多得不得了 你有钱的 你就发觉你要有名 有名的 你就发觉你有健康 有健康的 你就希望你自己 能够有好的太太 好太太 你就发觉 你希望有好的儿女 有好儿女 你就发觉 你有好的下一代 你的烦恼 多得不得了 但是 在这里说 佛陀说 就是烦恼无尽 但是怎么样 细怨断 虽然众生很多烦恼 但是佛陀说 我要帮 帮众生 所以 在佛教里面来说 如果大家对佛教 有少了解 就是 佛教有小乘的说法 和大乘的说法 乘就是什么意思 乘就是乘的车 小乘佛教里面所说的 就是一个人 坐下的车 所以小乘佛教 就是自己 搞定自己 大乘佛教就是说 不是 大乘佛教就是说 那部车 就是个个人都坐得上去 所以 每一个人有烦恼的人 都能够上开这部车 所以 大乘佛教出来说 烦恼无尽 细怨断 这几十年里面 他说了很多的法 说了很多的说话 所以佛教里面的经典 多到不得了 真的 相信 没有一个宗教 能够有佛教里面 这么多经典 所以 这个说法门无量 世愿学 所以不怕 经典多 不怕 佛陀的说话 多 大致道理 很繁複 不怕 最紧要 我就愿意去学 为什么 就是为了众生 为什么 就是为了众生的苦 我要帮他解脱 接着怎么说 接着就是 佛道无相 世愿成 哇 佛教讲的道理 就讲到 生命是一层一层的 升进 所以说 有这个十地 屠杀这个说法 人要什么 人要成道 是要一个境界 一个境界的 来到成长 不是一步 就登天 是有一个 锻炼的过程 有一种成长的过程 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有一个你要克服的过程 所以 佛教里面 这个道 真的不简单 但是不简单都好 这里 四宏世说 佛道无相 世愿成 我一定要成就 你看到这种缺心 你看到这种慈悲心 你看到这种光烈 勇猛的精神 就是佛教的精神 亦都是佛陀的精神 或者我再说一次 这个四宏世 让身边的朋友 你能够记得 他说 众生无边 世愿度 烦恼无尽 世愿断 法门无量 世愿学 佛道无相 世愿成 我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 你都能够 能够生起这种心 不要怕艰难 不要怕困苦 无论我们的长者 又或者 如果我们身边 旁边有年轻人 你要学习这个精神 学校这种精神 不要怕艰苦 正正是佛陀 他一种主动 抛弃他自己的权位 放弃他的享受 不怕艰苦 那种愿意努力的收到 我们看到这种 是完全的付出的精神 完全的为了众生 去除这个痛苦 为了众生 去除烦恼 他一个人的付出 你看到付出这种精神 就跟我上几讲 讲到耶稣 他在十字架里面 为众人死 这种精神 是有他共通的地方 所以我们讲 智人声道 就是跟大家讲过 我们生命 是每一个人 都很独特 但是我们这个心 就是大家有他相通的地方 这个心就是什么 这个心就是见到 人家痛苦 你的心你会不忍 你的心你觉得 如果人间有疾苦的时候 你就很希望 帮他除去的疾苦 你见到人间里面 有他很多的烦恼 你就希望帮他拔除 他的烦恼 无论耶稣 无论佛陀 都有这种的 主动付出的精神 这种就是爱的精神 这种就是愿意为众生 受苦的精神 这两位宗教的教主 都有这种共通的 所以我们在心里面来说 是通的 我们是能够感受到 他们那种主动付出的爱 所以我们能够回应 我们能够跟随他们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但佛陀一生是一个自动自觉的人 是一个勇猛求道的人 是一个精进的求徒者 他从来都不难 从来都不安于这个享乐 他是一个愿意求道 愿意为全世界的人类努力 愿意令到人能够去除烦恼 怎样可以就唯有人跟随他 学校那种 愿意求道 愿意成长自己那种 付出勇猛的精神 所以佛陀讲的是一种 那种智慧 佛教讲的叫般若智 这种智慧是要你用行动 是要你拿你的精神出来去学 是要你拿你的精神来实践 所以佛陀的勇猛精进实践的精神 是成为我们今天人的一个典范 他怎样化除我们的果汁 怎样抛弃我们的权威 怎样克服生老病水的恐惧 怎样经过六年的克服的修道 怎样来发这个愿 有这个起死的世宏誓 都是成为我们今天时代的典范 我相信在今讲里面 听众我们身边的长者 都应该感受到佛陀这种求道精神 我希望我们能够大家都一样 能够跟佛陀一样 挺起我们的精神 然后一起努力